永丰渔集团位在花莲的中华纸浆厂 遭到检举涉嫌排放减废水污染了花莲溪 花莲检方会同环保局和刑警前往纸浆厂 同时也实地的采集废水送宴 在现场所做的水温和PH值检测是没有违规的 但是其他检验项目有没有问题 则是要等报告出炉才能确认 一旦新早 花莲地检署的检察官会同环保局人员及侦察队 一行人前往永丰渔集团位在花莲的中华纸浆厂 试图了解工厂排放减废水污染花莲溪的确切情况 最后的一个放流口 所以我在这边采的样子可以代表说它流出去 实际采集水质减体凉水温测PH值 位在花莲的永丰渔中华纸浆厂 遭环保人士检举排放废水污染花莲溪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纸浆厂旁边的排水管河水呈现咖啡色 看起来相当吓人 有民众从去年9月开始陆续检局了5次 但是环保局采样却都没下文 直到领馆出动人员再次抽烟 才发现水质确实有问题 17年的所有的环保我们一切一华规在做 业者推说废水排放一切合乎规定 而检察官在现场测得的水质PH值也都没有超标 至于有没有私设案管 检察官还会在查